尼西米记第一章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行录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 我在书山宫中 我的一位兄弟哈拿尼和几个人 一起从犹大来到 我询问他们关于那些 从贝鲁逃脱的犹大渔民 和关于耶路撒冷的景况 他们对我说 那些从贝鲁剩下的渔民 在犹大省那里遭遇患难 受到凌辱 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 城门也被火烧毁 我听见了这些事 就坐下哭泣 悲伤了好几天 在天上的神面前 静时祷告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 伟大可畏的神啊 你向那些爱你 遵守你诫命的人 守约诗词爱 求你侧着耳 睁着眼的 垂听你仆人的祷告 我今天在你面前 昼夜为着你的仆人 以色列人祷告 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就是我与我父的家 向你所犯的罪 我们故意行极大的恶事 得罪你 没有遵守你吩咐 你仆人摩西的诫命 律例和典章 求你纪念你 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 说 你们若是不忠 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但如果你们回心转意归向我 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即使在你们被赶逐的天边 我也必从那里 把他们招聚回来 带他们到我选择给我的名 居住的地方那里去 这些都是你的仆人 你的子民 是你用你的大能 和你强而有力的手 所救赎的 主啊 求你留意听你仆人的祷告 听那些喜爱敬畏你名的仆人的祷告 求你使你的仆人惊天顺利 使他在这人面前蒙怜悯 那时 我是王的酒证 尼西米记第二章 雅达薛西王二十年尼赛月 王面前摆上了酒席 我拿酒来奉给王 我在他面前 素来没有露出愁容 王却问我 你既然没有病 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这没有别的可能 必是心中愁烦 我就非常惧怕 对王说 愿王万岁 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 成了荒芜之地 城门被火焚毁 我怎能不面带愁容呢 王问我 你想要什么呢 我就向天上的神祷告 然后对王说 如果王认为好 仆人能在你面前蒙恩宠 就请你拆派我往犹大 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去 让我重建那城 那时 王后坐在王的旁边 王问我 你的行程虚实多久 你什么时候回来 王既然认为好 就拆派我去 我也定了一个归旗 我又问王 王 若是认为好 请赐给我诏书 通知河西那边的省长 准我经过 直至我到达犹大 又赐诏书 给看守王的园林的雅萨 吩咐他给我木材 建造圣殿的 营楼大门的横梁 以及建造城墙 和我要入住的房屋 因为我的神 施恩的手帮助我 王就赐给我这一切 于是我到了 河西那边的省长那里去 把王的诏书交给他们 王又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 河伦人参巴拉 和做臣仆的亚门人多比亚 听见有人来到 要为以色列求利益 他们就非常恼怒 我到了耶路撒冷 在那里停留了三天 我在夜间起来 和几个人一起出去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的神使我定义 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 除了我所骑的一头牲口以外 没有带着别的牲口 我夜间出了谷门 向着龙泉走去 到了粪门 视察耶路撒冷 破坏了的城墙 和被火焚毁的城门 我又往前走 到了全门和王池 因为地方不够让我 骑着牲口过去 我只得在夜间 沿袭而上 视察城墙 然后转回 经过谷门 回到城里 没有一个官长知道 我去过什么地方 做了什么事 我也一直没有告诉犹大人 或祭司 或贵宙 或官长 或其余做工的人 后来 我对他们说 你们都看见我们遭遇的患难 耶路撒冷 成了荒芜之地 城门被火焚毁 你们都来吧 让我们重建 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我们再受凌辱 我告诉他们 我的神 施恩的手 怎样帮助我 以及王对我所说的话 他们就说 我们要起来建造 于是 他们奋勇着手 做这善工 但和伦人 参巴拉 和做臣仆的 亚文人多比亚 以及阿拉伯人 基善听见了 就讥笑我们 藐视我们 说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要背叛王吗 我回答他们说 天上的神 必使我们成功 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们要起来建造 但你们在耶路撒冷 无分 无权 无人纪念 尼西米记 第三章 那时 大祭司 以利亚时起来 和他一起 做祭司的众兄弟 都起来 重进了阳门 他们装上门扇 就把他分别为圣 又建造城墙 直到哈米亚城楼 和哈南叶城楼 把城分别为圣 接着的一段 由耶利哥人建造 再接着的一段 由英利的儿子 萨科建造 哈西拿的子孙 建造渔门 他们安置横梁 装上门扇 门插和门栓 接着的一段 由哈格斯的孙子 乌利亚的儿子 米利墨 修竹 再接着的一段 由米士 萨别的孙子 比利加的儿子 米苏兰 修竹 接着这一段的 是由提戈亚人 修竹 但是他们的贵族 不愿肩负 他们的主的工作 巴西亚的儿子 耶和耶大 和比索代的儿子 米苏兰 修竹古门 他们安置横梁 装上门扇 门插和门栓 接着的一段 由鸡变人 米拉提 米伦人 雅赖 鸡变人 和河西那边省长 所管辖的 米斯巴人 修竹 再接着的一段 由金匠 哈海亚的儿子 乌靴修竹 接着这一段的 是由做香料的 哈拿尼亚修竹 他们修弃 耶路桑冷的城墙 直到宽墙 接着的一段 由管理 半个耶路桑冷的区长 护尔的儿子 利法亚修竹 再接着的一段 由哈鲁摩的儿子 耶大亚修竹 就是他自己房屋 对面的那一段 接着这一段的 是由哈沙尼的儿子 哈图修竹 哈林的儿子 马基亚 和巴哈摩亚的儿子 哈树 修竹另一段城墙 和卢楼 接着的一段 由管理半个耶路桑冷的区长 哈罗黑的儿子 沙龙 和他的女儿们修竹 哈嫩和萨诺亚城的居民 修竹古门 他们重建那门 装上门扇 门叉和门栓 又修竹城墙 四百四十公尺 直至粪门 粪门 是由管理 伯哈基林的区长 利甲的儿子 马基亚修竹 他重建那门 装上门扇 门叉和门栓 管理米斯巴的区长 戈和西的儿子 沙龙 修竹全门 他重建那门 夹盖门顶 装上门扇 门叉和门栓 又重建 靠近王源的 西罗亚池的城墙 直到从大卫城 下来的台阶 下一段 由管理 伯格伯素的区长 鸭仁的儿子 尼西米修竹 直到大卫墓地的对面 又到人工池 和勇士之家 再下一段 由利未仁 巴尼的儿子 利宏 修竹 接着的一段 由管理 伯格基伊拉的区长 哈沙比亚 为他本区修竹 下一段 由他们的兄弟 管理另一半 基伊拉的区长 西拿达的儿子 宾内修竹 管理米斯巴的区长 耶稣亚的儿子 以谢修竹 接着的一段 对着军械库的斜坡 城墙转角的地方 下一段 就是萨拜的儿子 巴鲁 竭力修竹的另一段 从城墙转角的地方 直到大祭司 以利亚时住宅的门口 再下一段 就是哈格斯的孙子 乌利亚的儿子 米利墨 修竹的另一段 从以利亚时住宅的门口 直到以利亚时住宅的尽头 这一段之后 是由住在约伯河平原的 约伯河基斯修竹 下一段 是由汴亚敏和哈树 修竹他们自己房屋对面的那段 再下一段 由亚南尼的孙子 马西亚的儿子 亚萨利亚 修竹他自己的房屋旁边的那段 这一段之后 是西拿达的儿子 宾内 修竹的另一段 从亚萨利亚的房屋 直到城墙的转角 就是城角的地方 乌塞的儿子巴拉 修竹对着城墙的转角的地方 以及王宫突出高耸的城楼 靠近护卫院的一段 下一段 由巴露的儿子皮大雅修竹 居住在俄斐勒的殿义 修竹直到东面水门对面 和突出的城楼那一段墙 再下一段 就是由提戈雅人 修竹的另一段 从那突出来的大城楼对面 直到俄斐勒的城墙 从马门往上的一段 祭司们个人 修竹自己房屋对面的城墙 下一段 由阴脉的儿子萨都 修竹自己房屋对面的那一段 再下一段 由看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 叙玛雅修竹 这一段之后 是由势利米亚的儿子 哈纳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 哈嫩修竹的另一段 下一段 就是比利加的儿子 米书兰修竹自己住宅对面的那一段 再下一段 由金匠马基亚修竹 直到殿义和商人的房屋 对着哈米弗甲门 直到城的角楼 金匠和商人修竹城的角楼 和阳门之间的那一段 当参巴拉听见我们正在重建城墙 就很愤怒 非常恼恨 并且讥讽尤大人 在他的兄弟和萨玛利亚的军队面前说 这些软弱的尤大人在做什么呢 想自己修竹城墙吗 想要献祭吗 想要在一天之内完成吗 想要使废土堆中被火烧过的石头复活吗 亚门人多比亚在参巴拉旁边说 这些人建造的 只要一只狐狸走上去 石墙就崩塌 我们的神啊 求你垂听 我们被藐视 求你使他们的毁谤 归到他们头上 使他们在被掳之地成为略物 不要遮蔽他们的罪孽 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 因为他们在这些建造的人面前惹你发怒 这样 我们重建城墙 把全部城墙连接起来 城墙达到一半的高度 因为众人都全心做工 当参巴拉 多比亚 阿拉伯人 亚门人 雅实图人 听见耶路撒冷城墙重修工程仍然进行 已经堵塞城墙的缺口 就非常愤怒 他们就一同计划 阴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 制造混乱 所以 我们向我们的神祷告 又因他们的缘故 设立守卫 日夜防备他们 因为有些犹大人说 搬运的人气力已经衰弱 但瓦力仍多 我们不能再建城墙了 同时 我们的敌人说 趁着他们不知道 还未看见之前 我们就进入他们中间 杀死他们 使那工程停止 住在他们附近的一些犹大人 也曾十次前来通知我们说 他们将从各方上来攻击你们 所以我分派众人 在低洼或高处 在城墙后隐蔽处或空旷的地方 叫他们按着家族 带着刀 枪和弓 我巡视之后 就起来 对贵族 官长 和其余的人民说 不要怕他们 要记得主 是伟大可畏的 要为你们的兄弟 儿女 妻子 和你们的家 征战 我们的仇敌 既然听见我们 知道了这阴谋 神也破坏了 他们的阴谋 就不敢来了 我们全都回到城墙那里 个人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从那天起 我的仆人一半工作 一半紧握着枪 盾牌 弓和盔甲 众领袖都站在 犹大全家的后面 那些在城墙建造城墙 搬运重物的 都是一只手做弓 一只手紧握兵器 建造的人 都腰间配着刀来建造 吹号角的人在我旁边 我对贵族 官长和其余的人民说 这工程浩大 范围广阔 我们在城墙上 彼此相隔很远 所以 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 一听见号角声 就要集合到我们那里来 我们的神 必为我们征战 我们就这样做工 一半人紧握着枪 从黎明 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那时 我又对众人说 个人和他的仆人 都要在耶路撒冷城中过夜 这样 他们可以在夜间 做我们的守卫 日间工作 这样 我与我的兄弟 我的仆人 和跟随我的人 都不脱衣服 个人时常右手 拿着自己的兵器 尼西米记 第五章 那时 民众和他们的妻子 大声呼援 控告自己的同胞 犹大人 有些人说 我们和儿女 人口众多 给我们五谷虎口 可以存活 有些人说 我们抵押了自己的田地 葡萄园和房屋 为要在饥荒中 买到五谷 有些人说 我们为了要借钱 向王纳税 只好抵押了 我们的田地和葡萄园 虽然 我们的身体 与我们同胞的身体一样 我们的儿女 与他们的儿女 也相同 可是 我们却要强迫自己的儿女 去做仆悲 而且 我们的女儿 有些已经做了奴悲 我们却无能为力 因为我们的田地和葡萄园 已经属于别人了 我听见他们的哀叫 和所讲的这些事 就十分愤怒 我心中愁算一番以后 就谴责贵族和官长 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向自己的同胞贷款 竟然索取高利 于是我召开大会攻击他们 我对他们说 我们已尽了我们的能力 把那些卖了给外族人的同胞 由大人买赎回来 而你们还想要出卖你们的同胞 好让我们再把他们买回来吗 他们都默不作声 无话可说 我又说 你们这是做得不对 你们岂不应怀着敬畏我们神的心 行事为人 免遭我们的仇敌 外族人的毁谤吗 现在 我和我的兄弟 以及我的仆人 要把银钱和五股借给他们 让我们大家都放弃放债取利吧 请你们今天就把他们的田地 葡萄园 橄榄园 房屋 以及你们向他们索取的利息 百分之一的利钱 五股 新酒和新油 都归还给他们 他们就说 我们必定归还 不再向他们要求利息了 你怎么说 我们愿意照着你说的去行 我就把祭司们照了来 叫众人启示 必照着这话去行 我抖着胸前的衣精说 不履行这话的 愿神也是这样 抖他离开他的家和产业 直到抖空 全体会众都说 阿们 又赞美耶和华 众人都照着这话去行 自从我奉命在犹大帝 做他们省长的日子以来 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 直到三十二年 共十二年 我和我的兄弟 都没有吃过省长的俸禄 在我们已先的前任省长 重压人民 每日都向他们索取粮食和酒 以及四百五十六克银子 连他们的仆人也挟制人民 但我因为敬畏神 就不这样行 我坚持 只重修城墙的工程 所以 我们不购置田产 我所有的仆人 也都聚集在那里工作 在我桌上吃饭的 有一百五十个犹大人和官长 还有那些 从我们四围外族 来到我们这里的人 每天预备牛一头 肥羊六只 又为我预备一些飞禽 每十天 供应大量各类的酒 虽然这样 我仍然没有索取 省长的俸禄 因为这些人 服役已经负担沉重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我 纪念我 为这人民所做的一切事 施恩给我 尼西米纪第六章 参巴拉 多比亚 阿拉伯人 基善 和我们其余的仇敌 听见我重建好了城墙 城墙再没有破口 不过那时 我还没有在城门上 装上门扇 参巴拉 和基善 就拆派人来见我 说 请你来 我们在阿纳平原上的 一个村庄会面吧 其实 他们想要谋害我 于是我拆派使者 去见他们说 我正在进行大工程 不能去 我怎能放下这工程 去见你们 使这工程停顿呢 他们连续四次这样拆派人来见我 我都这样回复他们 参巴拉第五次这样拆派他的仆人来见我 手里拿着一封没有封口的信 信上写着 在各民族中 有这样的传说 加师母也说 你和犹大人阴谋造反 所以你才重建城墙 据说你还想要做他们的王 你又设立先知 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 说 犹大有王了 现在这些话 必会传到王那里 所以请你来 我们一起商量商量吧 我就回复他 说 你说的这些事不是事实 都是你从心里捏造出来的 其实他们众人是在恐吓我们 心里说 他们的手必软弱 不能再做这工程 不会完工了 但我的手更坚定做工 我来到米西大别的孙子 蒂莱雅的儿子 士玛雅的家里 那时他闭门不出 他说 我们在神的殿里 在殿的大堂中会面吧 我们要把殿门关起来 因为他们要来杀你 在夜间来杀你 我回答 像我这样的人 怎可以逃跑呢 哪有像我这样的人 进入圣殿里 去保全自己的性命呢 我绝不进去 我看出神 并没有拆拍他 是他自己宣讲这话攻击我 因为多比亚和参巴拉 收买了他 他被收买 是要使我惧怕 照着他说的去做 以致犯罪 他们就破坏我的名声 来毁谤我 我的神啊 求你记住多比亚和参巴拉 按照他们所行的 报应他们 也要报应女先知 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 因为他们恐吓我 一路月二十五日 城墙建成 整个工程 共用了五十二天 我们所有的仇敌 听见了 我们四围 所有的民族 都惧怕 敌人的声势 一落千丈 他们都承认 这工程是靠着 我们神的帮助完成的 在这段日子 犹大人的贵族 写了许多信 给多比亚 多比亚 也常常回信给他们 在犹大 有许多人 与多比亚结盟 因为他是亚拉的儿子 释迦尼的女婿 并且 他的儿子 约哈南 娶了比利家的儿子 米苏兰的女儿为妻 不但这样 他们也常常在我面前 提起多比亚的扇行 又把我说的话 传给他 多比亚 又常常寄信 来恐吓我 尼西米记第七章 城墙建成后 我就装上门扇 委派了守门的 歌唱者和立位人 我委任我的兄弟 哈拿尼和营楼长 哈拿尼亚 管理耶路撒冷 因为哈拿尼亚 是个可信靠的人 敬畏神 胜过许多人 我吩咐他们说 日上中天时 耶路撒冷的城门 也不可长久敞开 太阳还停着未落 守门的人站岗的时候 也要关好门 要派耶路撒冷的居民站岗 一些人在绍岗 另一些人在自己的屋前瞭望 城既宽阔又广大 但城中的居民稀少 房屋还没有建造起来 我的神使我的心定义 召集贵族 官长和人民 要照家谱登记 我找到头一次上来的人的家谱 我找到的家谱上面写着 以下这些犹大省的人 从前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萨 掠走他们 现在他们归回耶路撒冷和犹大 个人回到自己的城镇 他们是跟索罗巴伯 耶稣亚 尼西米 亚萨利亚 拉米 拿哈马尼 莫迪改 碧山 米斯皮列 比格瓦伊 和尼虹和巴拿 一同回来的 以色列名的人数记在下面 巴鲁的子孙 2172人 士法提亚的子孙 372人 亚拉的子孙 652人 巴哈摩亚的子孙 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 2818人 以兰的子孙 1254人 撒土的子孙 845人 撒改的子孙 760人 宾内的子孙 648人 比拜的子孙 628人 鸭甲的子孙 2322人 亚多尼干的子孙 667人 比格瓦伊的子孙 2067人 亚丁的子孙 655人 亚特的子孙 就是西西家的子孙 98人 哈顺的子孙 328人 比仔的子孙 324人 约拉的子孙 112人 鸡变的子孙 95人 柏利恒人 和尼陀法人 共188人 亚拿图人 128人 博亚斯玛福人 42人 基列耶铃人 基飞拉人 和比路人 共743人 拉玛人 和加巴人 共621人 莫玛人 122人 伯特利人 和爱人 共123人 另一个尼波的人 52人 另一个 以兰的子孙 1254人 哈林的子孙 320人 耶利哥的子孙 345人 罗德、哈地和阿罗的子孙 共721人 西拿的子孙 3930人 祭司的数目 记在下面 耶稣亚家的 耶大雅的子孙 973人 阴脉的子孙 1052人 巴斯护尔的子孙 1247人 哈林的子孙 1017人 历位人的数目 记在下面 何达威的子孙 就是耶稣亚和贾灭的子孙 74人 负责歌唱的 亚萨的子孙 148人 守门的人数 沙龙的子孙 亚特的子孙 达门的子孙 亚古的子孙 哈底大的子孙 和朔拜的子孙 共138人 殿意的数目 记在下面 西哈的子孙 哈苏巴的子孙 达巴娥的子孙 基律的子孙 西亚的子孙 巴顿的子孙 利巴拿的子孙 哈加巴的子孙 撒买的子孙 哈南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加哈的子孙 利亚亚的子孙 利逊的子孙 尼戈大的子孙 加塞的子孙 乌萨的子孙 巴西亚的子孙 比赛的子孙 米乌宁的子孙 尼普辛的子孙 巴布的子孙 哈古巴的子孙 哈呼的子孙 巴喜律的子孙 米西大的子孙 哈沙的子孙 巴科的子孙 西西拉的子孙 达玛的子孙 尼西亚的子孙 和哈提法的子孙 所罗门仆人的子孙 的数目记在下面 索泰的子孙 索匪列的子孙 比路大的子孙 亚拉的子孙 达昆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士法提亚的子孙 哈提的子孙 波黑列哈斯巴音的子孙 和亚门的子孙 做奠义的 和索罗门仆人的子孙 共392人 以下这些人 是从特米拉 特哈萨 基律 亚顿和阴脉上来的 可是他们无法证明 他们的父家或世系 是以色列人 这些人是 帝莱亚的子孙 多比亚的子孙 和尼戈大的子孙 共642人 祭司中 有哈巴亚的子孙 哈哥斯的子孙 和巴西来的子孙 巴西来娶了 基列人 巴西来的一个女儿 为妻 所以起名叫巴西来 这些人 查考祖谱的记录 却找不着 因此他们算为不洁净 不能做祭司 省长告诉他们 不可吃至圣之物 只等到 有能用窝灵和土民 来决移的祭司兴起来 全体会众 共有42,360人 此外 还有他们的仆碑 7337人 又有男女歌唱者 245人 他们有马 736匹 骡子 245匹 骆驼 435匹 和驢子 6720头 有些组长 为了这工程 而捐献 省长捐给库房金子 8公斤 碗 50个 和祭司的礼服 530件 组长捐给这工程的库房 金子 168公斤 银子 1250公斤 其余的人民 捐献金子 168公斤 银子 140公斤 祭司的礼服 67件 于是 祭司 立位人 守门的 歌唱者 一部分人民 做殿意的 和以色列众人 都住在自己的城里 尼西米记 第八章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 都住在自己的城里 那时 众名如同一人 在水门前的广场聚集 请经学家 以色拉 把耶和华 借摩西命令 以色列人 遵守的律法书 带来 7月初一日 以色拉祭司 把律法书 带到所有 听了能明白的 男女会众面前 在水门前面的广场 从清早到中午 向众男女 和听了能明白的人 宣读出来 众名都策耳 倾听这律法书的话 经学家 以色拉 站在为 这世特制的木台上 站在他右边的 有马他提亚 士马 亚纳亚 乌利亚 希勒加 和马西亚 站在他左边的 有皮大亚 米沙利 马基亚 哈顺 哈拔大拿 萨加利亚 和米苏兰 以色拉在众人眼前 展开那书卷 他高高地 站在众名椅上 他把书卷展开 众名就站起来 以色拉称颂 耶和华 智大的神 众名举手应声说 阿门 阿门 然后跪下 脸浮在地 敬拜耶和华 然后立位人 耶稣亚 巴尼 士利比 雅敏 雅谷 沙比泰 和地亚 马西亚 基利他 亚萨利亚 约萨巴 哈南和皮莱雅 就教导他们 明白律法 众人一直站在 圆处聆听 他们宣读 神的律法 把意义 清楚翻译出来 使众名 明白所宣读的 省长 尼西米 和祭司兼经学家 以色拉 以及教导人民 明白律法的 立位人 对众名说 今天 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 圣日 你们不要 悲哀哭泣 因为众人 听见 律法书上的话 都哭了 尼西米 又对他们说 你们应当 去吃肥美的肉 喝甘甜的酒 把部分饮食 分给 没有能力 预备的人 因为今天 是我们的 主的圣日 你们不要 忧愁 因为靠 耶和华 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于是 立位人 使众名 安静下来 说 你们安静吧 因为今天 是圣日 也不要 再忧愁 众名 就去吃喝 也把部分饮食 与人分享 大大欢乐 因为他们明白 教训 他们的话 第二天 众名的组长 祭司 和立位人 都聚集到 经学家 以色拉那里 研究 律法的话 他们发现 律法上 记载 耶和华 曾借着摩西 吩咐 以色列人 要在七月的 节期中 住在棚里 并且 要在自己的城里 和在 耶路撒冷 宣扬 布告说 你们要上到身上 把橄榄树枝 油木树枝 番石流枝 棕树枝 和树叶繁茂大树的枝子 带回来 照着律法所写的搭棚 于是 众民出去 把树枝 带回来 个人 在自己的房顶上 在院子里 神的院中 水门的广场 或是 在以法连门的广场 搭棚 从贝鲁归回的 全体会众 都搭了棚 并且 住在棚里 从嫩的儿子 约书亚的时候 直到那日 以色列人 都没有这样行过 大家都非常快乐 从头一天 直到最后一天 每天都宣读 神的律法书 他们首节七天 第八天 照点章 有严肃会 尼西米记 第九章 这月二十四日 以色列人聚集 一同进食 身穿麻衣 头上蒙灰 以色列的后裔 跟所有外族人分离 然后站立 承认自己的罪过 和他们列祖的罪孽 那天 四分之一的时间 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 宣读 宣读耶和华 他们的神的律法书 另外四分之一的时间 他们认罪 和敬拜耶和华 他们的神 耶稣 耶稣 巴尼 甲灭 士巴尼 布尼 士利比 巴尼 和基拿尼 站立在 利未人的台阶上 向耶和华 他们的神 大声哀求 利未人 耶稣亚 甲灭 巴尼 哈沙尼 士利比 和地亚 士巴尼 和皮他西亚说 你们要起力 称颂耶和华 你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耶和华 你荣耀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 愿你的名 被尊崇 超过一切称颂 和赞美 你 唯独你是耶和华 你造了天 天上的天 和天君 地 和地上的万物 海 和海中的万物 你使这一切生存 天君 也都敬拜你 你是耶和华神 你拣选亚伯兰 带领他 出了迦勒底的 乌尔 改他的名字 为亚伯拉罕 你见他 在你面前 心里诚实可靠 就与他立约 要把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喜人 耶布斯人 和格加萨人之地 赐给他的后裔 你履行 你履行了你的诺言 因为你是公义的 你看见我们的列祖 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垂听他们在红海的哀求 因为你知道 埃及人 怎样狂妄自大地对待他们 所以 就对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 以及他国中所有的人民 实行神迹奇事 为你自己建立了至今仍存的名声 你又在我们的列祖面前 把海分开 使他们 在海中的干地上走过去 把追赶他们的人 丢在深处 好像石头 抛进怒海之中 日间 你用云柱引导他们 夜间 用火柱光照他们 要行的路 你降临西奈山上 从天上与他们说话 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 真实的律法 美好的条例与诫命 你使他们认识你的圣安息 借你仆人摩西 向他们颁布诫命 条例和律法 你从天上赐下粮食 给他们充饥 分付水 从磐石流出来 给他们解渴 你又吩咐他们 进去占领 你举手启示 要赐给他们的那地 但是 我们的列祖狂妄自大 应着景象 不听从你的命令 他们拒绝听从 也不纪念 你在他们中间 所行的启示 应着景象 存心悖逆 自立首领 要回到他们为奴之地去 但 你是乐意饶恕的神 你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 所以 你没有撇弃他们 他们更为自己 铸造了一头牛犊 说 这就是把你们从埃及 领上来的神 他们犯了亵渎大罪 你还是因着你丰盛的怜悯 没有把他们撇弃在旷野 日间 云柱没有离开他们 仍然在路上引导他们 夜间 火柱也没有离开他们 还是光照他们要行的路 你赐下良善的灵 教导他们 你没有留住玛拿 不给他们吃 你给他们水 解渴 在旷野四十年 你供养他们 他们毫无缺乏 衣服没有穿破 他们的脚也没有肿痛 你把列国和万民赐给他们 你把列国分给他们做疆界 他们就获得西红之地 西石本王之地 和巴山王鄂之地 你使他们的子孙众多 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你把他们带进你 应许他们的列祖 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 于是 他们的子孙进去 获得那地 你使那地的迦南居民 向他们屈服 又把迦南众王 和那地的各民族 都交在以色列人手里 以色列人可以随意对待他们 他们夺取了坚固的城 肥沃的土地 获得了满载各样财宝的房屋 挖好的水井 葡萄园 橄榄园 和很多果树 他们吃得饱足 身体发胖 以你的大恩 生活安逸快乐 可是 他们竟背逆 背叛你 把你的律法丢在背后 杀害那些控告他们 要他们归向你的先知 犯了亵渎的大罪 所以 你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 好让他们受困苦 他们受困苦的时候 就向你呼求 你就从天上垂听 按着你丰盛的怜悯 赐给他们拯救者 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但他们得享安宁以后 又在你面前行恶 你就撇弃他们 在仇敌的手中 让仇敌管辖他们 然而 他们回转过来 向你哀求 你就从天上垂听 按着丰盛的怜悯 一次又一次拯救他们 你警告他们 要他们转向你的律法 但他们狂妄自大 不听从你的诫命 犯罪 干犯你的典章 人应遵行这些典章 按照他们生活 他们却固执地扭转肩头 印着景象 不肯听从 你多年 你多年容忍他们 你的灵 借着你的众先知 劝戒他们 他们还是不侧耳而听 所以 你把他们交在各地的民族手中 然而 以你丰富的怜悯 你不把他们灭尽 也不撇弃他们 因为 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我们的神啊 你是至大 全能 至可畏 守约 诗词爱的神 现在求你 不要把我们 我们的君王 和领袖 我们的祭司 和先知 我们的列祖 和你的众名 从亚述列王的日子 直到今日 所遭遇的一切苦难 看为小事 在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上 你都是公义的 因为 你所行的是信实的 我们所行的是邪恶的 我们的君王和领袖 我们的祭司和列祖 都没有遵行你的律法 也没有留心听从你的诫命 和你向他们郑重的警告 他们在本国中 享受你赐给他们的大福 在你摆在他们面前 这广大肥沃的地上 却不侍奉你 不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们今天 尽成了奴仆 就是在你赐给我们列祖 享用其上果实和美物之地 我们尽在这地上 做了奴仆 这地丰富的出产 都归给列王 就是你 因我们的罪 派来管达我们的 他们也随意管达我们的身体 和我们的牲畜 我们遭遇大患难 现在由于这一切事 我们立下确实的约 写在文件上 我们的领袖 立位人和祭司 都在上面盖了印 尼西米记第十章 在上面盖印的是 省长哈加利亚的儿子 尼西米 还有西底加 祭司有 西莱雅 亚萨利亚 耶利米 巴斯护尔 亚玛利亚 马基亚 哈图 士巴尼 马路 哈林 米利墨 俄巴迪亚 戴伊里 晋顿 巴路 米苏兰 亚比亚 米亚尼 马西亚 碧该 士玛雅 立位人有 亚萨尼的儿子 耶书亚 西拿达的子孙 宾内和贾灭 还有他们的兄弟 士巴尼 河地亚 基利他 皮莱雅 哈南 米加 利和 哈沙比亚 萨科 士利比 士巴尼 河地亚 巴尼 比尼泽 民众的首领有 巴鲁 巴哈摩亚 野兰 萨土 巴尼 布尼 亚甲 比拜 亚多尼亚 比格尼 比格瓦一 亚丁 亚特 西西加 亚朔 河地亚 哈顺 比仔 哈利 亚拿图 尼拜 尼拜 摩比亚 米苏兰 西西 米士萨别 萨都 亚度亚 皮拉提 哈南 亚奈亚 河西亚 哈拿尼亚 哈树 哈罗黑 皮利和 朔柏 力红 哈沙拿 马西亚 亚西亚 哈南 亚南 马路 哈林 巴拿 其余的民众 祭司 必为人 守门的 歌唱的 做殿意的 以及一切跟各地民族分离 归向神律法的 和他们的妻子和儿女 所有有知识 能够明白的 都坚持 和他们的贵族兄弟 参与发咒启示 必遵行神 借他仆人 摩西 颁布的律法 必谨守遵行 耶和华 我们的主的 一切诫命 典章和律例 我们 必不把我们的女儿 嫁给 这地的外族人 也不为我们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如果这地的外族人 带来货物或五谷 在安息日贩卖 我们在安息日或圣日 绝不向他们买什么 每逢第七年 我们必不耕种田地 并且豁免一切债务 我们又为自己立下法规 个人每年要缴纳四克银子 做我们神的殿的经费 用来做陈舍饼 长县的宿祭 长县的繁祭 安息日 初一 定时地结起所献的祭 又为了做各样的圣物 和为以色列人赎罪的赎罪祭 以及我们神殿里 一切工作的费用 我们 包括祭司 立位人和民众 抽签决定 按照我们的宗族 每年在指定的时间 把木柴奉到我们神的殿 好照着律法上所写的 烧在耶和华 我们神的坛上 又定下每年 要把我们田地出熟的果子 各样果树上 一切出熟的果子 都带到耶和华的殿 又要照着律法所写的 把我们投胎的儿子和牲畜 就是我们投胎的牛羊 都带到我们神的殿 交给在我们神的殿 供职的祭司 并且把我们最好的面粉和举祭 各样树上的果子 新酒 新油 都带给祭司 交到我们神殿的仓库 又要把我们田地出产的十分之一 给立位人 立位人可以在我们所有城镇的耕地 收取十分之一的出产 立位人收取十分之一出产的时候 要有一个做祭司的亚伦的子孙 与他们在一起 立位人要从这十分之一中 抽取十分之一 奉到我们神的殿 交到库房的主藏室 以色列人和立位人 要把五谷 新酒 新油 做举祭 带到主存圣索 器皿的主藏室 就是供职的祭司 守门的和歌唱的居住的地方 我们绝不会疏忽 供应我们神的殿 尼西米纪第十一章 那时 民众的领袖住在耶路撒冷 其余的民众都抽签 抽出十分之一 住在圣城耶路撒冷 余下的十分之九 就住在别的城镇 众人为所有自愿 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祝福 以色列人 祭司 立位人 做殿义的 和所罗门仆人的子孙 各住在犹大众城 自己的地业中 犹大省的首领 住在耶路撒冷的 有以下这些人 有些犹大的子孙 和遍雅敏的子孙 住在耶路撒冷 犹大的子孙有 法勒斯的子孙 乌西亚的儿子 亚他亚 乌西亚是萨加利亚的儿子 萨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 亚玛利亚是士法提亚的儿子 士法提亚是马勒列的儿子 又有巴鲁的儿子马西亚 巴鲁是古和西的儿子 古和西是哈赛亚的儿子 哈赛亚是亚大亚的儿子 亚大亚是约亚利的儿子 约亚利是萨加利亚的儿子 萨加利亚是士罗尼的儿子 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法勒斯子孙 共468人 他们都是勇士 遍雅敏的子孙有 米苏兰的儿子萨路 米苏兰是约叶的儿子 约叶是皮大亚的儿子 皮大亚是戈顿亚的儿子 戈顿亚是马西亚的儿子 马西亚是仪铁的儿子 仪铁是爷山亚的儿子 他的众兄弟都是勇士 共928人 西基利的儿子约尔 是管理他们的官长 哈希努亚的儿子 尤大是纳成的副市长 祭司有 约亚利的儿子爷大亚 又有亚金 以及神殿的总管西莱亚 西莱亚是希勒家的儿子 希勒家是米苏兰的儿子 米苏兰是萨都的儿子 萨都是米拉约的儿子 米拉约是亚西图的儿子 还有他们的亲族 在殿里工作侍奉的 共822人 又有耶罗汉的儿子 亚大亚 耶罗汉是皮拉丽的儿子 皮拉丽是暗喜的儿子 暗喜是萨加利亚的儿子 萨加利亚是巴斯护尔的儿子 巴斯护尔是玛基亚的儿子 还有他的亲族 做族长的 共242人 又有亚萨烈的儿子 亚马帅 亚萨烈是亚哈赛的儿子 亚哈赛是米什利默的儿子 米什利默是阴脉的儿子 又有他们的亲族 英勇的战士 共128人 哈基多林的儿子 萨巴蒂叶是管理他们的官长 历位人有 哈树的儿子 是玛雅 哈树是亚历干的儿子 亚历干是哈沙比亚的儿子 哈沙比亚是布尼的儿子 又有历位人的组长 沙比泰和约萨巴 管理神殿的外物 米家的儿子马他尼 领导赞美 献上感谢的祷告 米家是萨迪的儿子 萨迪是亚萨的儿子 巴布加在他的兄弟中做副手 还有沙姆亚的儿子亚大 沙姆亚是迦拉的儿子 迦拉是爷杜顿的儿子 所有在圣城的历位人 共二百八十四人 守门的有 雅谷和达门 以及他们的亲族 看守各门 共一百七十二人 其余的以色列人 祭司 历位人 各住在犹大众城 自己的地业中 做殿义的 住在俄斐勒 西哈和基斯帕 管理做殿义的人 在耶路撒冷 管理历位人的 是巴尼的儿子乌西 巴尼是哈沙比亚的儿子 哈沙比亚是玛他尼的儿子 玛他尼是米家的儿子 他是亚萨的子孙 就是那些管理神殿事物的歌唱者 王命令他们 规定歌唱者 每天当尽的责任 犹大的儿子 谢拉的子孙中 米氏萨别的儿子 皮他西亚 是王的助手 同管一切民事 至于村庄 和所属的田地 有些犹大人 住在基列亚巴 和属于基列亚巴的乡村 有些住在迪本 和属于迪本的乡村 有些住在叶甲靴 和属于叶甲靴的村庄 有些住在耶书亚 摩拉大 伯帕列 哈萨书亚 别士巴 和属于别士巴的乡村 有些住在 有些住在 喜格拉 米哥拿 和属于米哥拿的乡村 有些住在 英林门 索拉 耶墨 萨诺亚 亚杜兰 和属于这两地的村庄 拉吉 和属于拉吉的村庄 亚西加 和属于亚西加的田地 他们安营 居住的地方 从别士巴 直到新嫩谷 有些汴亚敏人 住在加巴 密抹 雅雅 伯特利 和属于伯特利的乡村 有些住在 雅拿图 挪伯 雅南雅 夏索 拉玛 吉他音 哈迭 喜边 尼巴拉 罗德 阿诺 和匠人谷 有些利位人 曾经住在犹大地 却归到汴亚敏地 尼西米纪第十二章 与萨拉铁的儿子 索罗巴伯 和耶稣亚 一起上来的祭司 和利位人 有以下这些人 祭司 有西莱亚 耶利米 以斯拉 亚玛利亚 马路 哈团 哈团 释迟 释迦尼 利宏 米利墨 亦多 静顿 亚比亚 米亚民 马迪亚 毕迦 士玛亚 约亚利 耶大亚 耶大亚 撒路 亚木 希勒家 和耶大亚 这些人 在耶稣亚的日子 做祭司 和他们亲族的首领 利位人 有耶稣亚 宾内 贾灭 士利比 犹大 马他尼 和他的兄弟们 负责送赞的事 他们的兄弟 巴布加 和乌尼 按着班次 与他们相对站立 耶稣亚 生约亚金 约亚金 生以利亚石 以利亚石 生耶和耶大 耶和耶大 生约拿丹 约拿丹 生亚路亚 在约亚金的日子 祭司做族长的 属西兰亚族的 有米拉亚 属耶利米族的 有哈拿尼亚 属以斯拉族的 有米苏兰 属亚玛利亚族的 有约哈南 属米利谷族的 有约拿丹 属士巴尼族的 有约瑟 属哈林族的 有亚拿 属米拉约族的 有希勒凯 属伊多族的 有萨加利亚 属静顿族的 有米苏兰 属亚比亚族的 有希基利 属米拿民族的 有某一位 属摩雅底族的 有皮勒泰 属毕家族的 有沙姆雅 属士马族的 有约拿丹 属约亚利族的 有马特乃 属耶大亚族的 有乌西 属萨莱族的 有加莱 属亚木族的 有西伯 属西勒家族的 有哈沙比亚 属耶大亚族的 有拿坦叶 在以利亚时 耶和耶大 约哈南 和亚度亚的日子 利未仁的 族长都登记了 同样 波斯王 大利乌 在位时的 祭司 也都登记了 做族长的 利未仁 登记在 边年路上 直到 以利亚时的 孙子 约哈南的时候 利未仁的 族长 是 哈沙比亚 士利比 贾灭的儿子 耶书亚 与他们的兄弟 相对站立 照着神人 大卫的命令 按着班次 赞美称颂 马他尼 巴布加 俄巴迪亚 米书兰 达门 和雅谷 都是守门的 守卫城门的库房 这些人 是在约萨达的孙子 耶书亚的儿子 约亚金的日子 以及在省长 尼西米 和祭司兼经学家 以斯拉的日子 任职 耶路撒冷城墙 举行奉献典礼的时候 众民在各地 寻找利未仁 带他们到耶路撒冷来 要他们唱谢 歌唱 敲拔 弹琴古色 欢欢喜喜地 举行奉献典礼 歌唱者 从耶路撒冷 四围的平原 从尼陀法的村庄 从伯吉甲 从加巴 和亚马福的田庄 聚集前来 因为歌唱者 在耶路撒冷四围 为自己建造村庄 祭司和利未仁 洁净了自己 然后洁净民众 以及城门和城墙 我带领尤大的领袖 上了城墙 组织了两大队送赞的人 一队在城墙右边 向着粪门前进 跟随他们后面的 是和沙亚和尤大的 一半领袖 还有亚萨利亚 以斯拉 米苏兰 尤大 汴亚敏 士玛亚 耶利米 还有拿着号筒的祭司 约拿丹的儿子 撒加利亚 约拿丹是士玛亚的儿子 士玛亚是马他尼的儿子 马他尼是米干亚的儿子 米干亚是萨科的儿子 萨科是亚萨的儿子 他的兄弟士玛亚 亚萨利 米拉莱 基拉莱 马爱 拿蛋业 犹大 哈拿尼 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 经学家以斯拉 走在他们前面 他们到了全门 就登上大卫城的台阶 随着城墙的声势 经过大卫的宫殿 走到东边的水门 第二队送赞的人 往左边行 我和一半的人民 跟着他们 在城墙上过了炉楼 只走到宽墙 过了以法林门 谷门 鱼门 哈南夜楼 哈米亚楼 直到阳门 就是在护卫院的门前站住 于是这两队送赞的人 就站在神的殿里 我和一半的官长也站在那里 祭司 以利亚经 马歇亚 米拿尼 米干亚 以利约乃 撒加利亚和哈南尼亚 拿着号筒 又有马歇亚 士玛亚 以利亚萨 乌西 约哈南 马基亚 以兰和以谢 歌唱者 在伊斯拉西亚领导下 高声歌唱 那一天 众人献上极大的祭祀 而且非常欢乐 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 连妇女和孩童也都欢乐 耶路桑冷欢乐的声音 在老远的地方都可以听见 那时 有一些人被委派馆里存放举祭 出手之物和十分之一共物的库房 把各成的田地 照着律法所规定 归给祭司和立位人的部分 收集到那里 犹大人为势力供职的祭司和立位人欢乐 祭司和立位人谨守他们的神所吩咐的 谨守洁净的礼 歌唱者和守门的也照着大卫和他的儿子 所罗门的命令去行 因为远在大卫和亚萨的时代 已有师班长 并且有赞美称颂神的诗歌 在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日子 以色列众人把歌唱的和守门的 每日应得的份攻击他们 又把分别为圣的分给立位人 而立位人也把分别为圣的分给亚伦的子孙 尼西米纪第十三章 那时他们宣读摩西的书给众民听 建书上写着说 亚门人和摩押人 永远不可进入神的会 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 反而雇用了巴兰来与他们作对 咒诅他们 但是我的神使咒诅变为祝福 众民听见了这律法 就跟一切咸杂人分离 这是以前受委派管理我们神殿的库房的 以利亚时祭司 与多比亚的关系很密切 他为多比亚预备了一间大房间 那里以前是用来收存素剂 乳箱和器皿 还有祭司的举计 以及按照命令 攻击立位人 歌唱者和守门的那些 五谷、新酒和新油的十分之一 这是发生的时候 我不在耶路撒冷 因为在巴比伦王亚达薛西三十二年 我回到王那里去 过了一段时期 我又求得王的准许 回到耶路撒冷 那时我才知道 以利亚时在神殿的院子里 为多比亚预备一间房间内建恶事 我十分恼怒 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都从房间里抛出去 又吩咐人 洁净那几间房间 然后 把神殿的器皿 与素剂和乳箱搬回那里 我发觉 立位仁应得的份 没有人攻击他们 甚至 供职的立位仁和歌唱者 个人都跑回自己的田地去 于是我责备众官长说 为什么疏忽供应神的店呢 我就在召集立位仁 使他们重占原来的岗位 由大众人就把五谷 新酒和新油的十分之一 奉到库房 我委派是利米亚祭司 经学家萨都和立位仁皮大雅 做库官 管理库房 他们的助手是马他尼的孙子 萨科的儿子哈南 这些人都是忠信可靠的 他们的责任是 把人奉献的个物 分给他们的兄弟 我的神啊 求你因这事纪念我 不要涂抹我 为我神的殿 和一切敬拜的礼仪 所行的忠诚的事 那时 我在犹大 看见有人在安息日 踹压酒池 搬运河捆 拖在驴上 又把酒 葡萄 无花果 和各样的担子 在安息日运到耶路撒冷 我就在他们卖粮食的那天 警戒他们 又有推罗人 住在耶路撒冷城中 他们把鱼 和各样的货物运进来 在安息日 卖给犹大人 而且在耶路撒冷贩卖 于是我责备犹大的贵族 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行这恶事 亵渎安息日呢 从前 你们的列祖不是这样行 以致我们的神 使这一切灾祸 临到我们和这城吗 现在 你们亵渎安息日 使神的愤怒 越发临到以色列 所以 在安息日的前一天 黄昏的阴影 临到耶路撒冷城门的时候 我就吩咐人 把城门关闭 我又下令 不许开门 直到安息日过了 我又派我的仆人 在城门站岗 免得有人在安息日 挑担子进来 于是商人 和贩卖各样货物的 一次两次 在耶路撒冷城外过夜 我警告他们 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 要在城墙前面过夜呢 如果你们再这样 我就要动手对付你们 从那时起 他们在安息日 就不敢再来了 我吩咐立位仁 洁净自己 然后来看守城门 使安息日分别为圣 我的神啊 求你也因这事纪念我 照着你丰盛的慈爱 连续我 那些日子 我也发现 有些犹大人 娶了雅实图 雅门和摩押的女子为妻 他们的儿女 有一半说雅实图话 其他就说 他们民族的语言 他们却不会说犹大话 我就责备他们 咒诅他们 击打他们中间的几个人 拔下他们的头发 叫他们指着神 启示 你们绝不可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他们的儿子 也绝不可为儿子 或为自己 娶他们的女儿 以色列王索罗门 不是在这些事上 犯了罪吗 在许多国中 并没有一个王 能比得上他的 他蒙他的神所爱 神立他做全以色列的王 可是 连他也被外族的女子 引诱犯罪 难道我们要听从你们 行这大恶 娶外族的女子为妻 对我们神不忠吗 大祭司 以利亚时的孙子 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 是和伦人 参巴拉的女婿 我就驱逐他 离开我 我的神啊 求你记住他们 因为他们 玷污了祭司的职份 也污入了祭司职份 和立位人的约 这样 我就洁净了他们 使他们脱离 一切外族人的污秽 又重新指派 祭司和立位人的职责 个人有自己的工作 我又指派人 按时供应木柴 和奉献出手之物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我 施恩给我 我